在市面上通常使用的mRNA疫苗 例如Pfizer 或者復必泰 或者Moderna 都是基於最初的病毒來製造出來的 到了現在這個Omicron的時代 Omicron也出了很多變種 現在到了B.A.4、B.A.5 很多人會問為何我們還要製造新的疫苗 來對付這些變種的病毒 你製造新的疫苗 專門針對這個最新的Omicron 效果不是比較好嗎? 當然,其實現在也正在做的 美國那邊最近也聽到消息 年尾已經有一些針對Omicron的疫苗會推出 當然他們製造的疫苗也不會沽住一閘的 即是不會出新的疫苗只是Omicron 通常它就是Omicron加上原早病毒 即是原本那種疫苗裡面的 那種mRNA都會加進去 即是說像流感針一樣 一針裡面有幾種的 即是說有雪梨營 有香港營 有新特里多利亞營 这样大包围的 就是怕猜错的时候 都有些渣渣 还有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这些Omicron疫苗 是Base on BA1那种Omicron来制造的 就是说它里面的MRNA 它驱使人体去产生的激蛋白 是Omicron BA1那种病毒的激蛋白来的 那你说为什么不做BA4、BA5 那你做这个疫苗出来要时间的 没办法追得这么快的 所以其实都是Base on BA1 Omicron的病毒来做的 就是一个针就有两种MRNA 一种就是趋势身体产生 这个元祖病毒的激蛋白 另一组的DNA就是趋势身体 去制造一些Omicron BA1的激蛋白出来的 那好了 那大家 很多人就会预期 如果这些疫苗出来就有够了 那我们终于可以对付Omicron 那我们这个疫症就完结了 又不会再有感染 又不会有重症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真的完结了 大家最好不要这么想 因为它做出来的结果 跟大家的预期有点落差 那因为无论是Pfizer也好 跟Moderna也好 它做出来的研究呢 那我们通常看一些指标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这两个 两间药厂做的新疫苗 就是每枝针里面都有元祖病毒 和Omicron的MRNA 那做出来的结果是怎样呢 可以说两间药厂 就是计算出来 就是打完这些针之后 无论是动物的测试 或者是人类的测试 那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能够对付Omicron的中和抗体的分量呢 打了这些新针呢 就只是升了大概两倍左右 或者少于两倍 那你说两倍不好吗 都挺好了 我跟大家说呢 就是说 其实呢 两倍呢 以这个中和抗体来说 就不是真的很好 就是这个好处不是大得这么交关 那所以呢 一般专家预计呢 就说如果即使有了新的疫苗呢 能不能够阻断到那个感染呢 就其实就有伤确余地的 就是未必真的好有效 那还有你又要知道 到了年尾他推出的时候 如果还是Omicron 如果我们很幸运还是Omicron的话 那Omicron究竟转到BA多少呢 那究竟Omicron BA1 这个平台来做出来的疫苗 究竟能不能够对付当时的Omicron病毒呢 那这个都很难说 更加不要说 就说大家千万不要想着 Omicron一定就是以后将来主流的病毒了 那如果一个不幸运 那可能到了过去一两个月啦 突然间又出了另外一种变种 不是Omicron 而是另外一种 那那种Linear 就是那一线 那一个分支的病毒 如果是跟Omicron分别很大的话呢 那可能真的白费心机了 因为到时你做了 有针对Omicron病毒的疫苗出来之后呢 那当时流行的病毒已经是另外一种了 那你都可以预计呢 那一种新的疫苗对它的效果 未必那么好 那但是花了那么多人力 这种疫苗出来去做这样东西呢 得出来的疫苗呢 效果可能 最多都不是说很理想 未必能够阻断感染 最差呢 可能分分钟都是 就是如果病毒变种得更加快 变种得更加厉害的话呢 可能就是完全是白费心机 浪费时间的话呢 那其实呢 就真的比较 就是是不是值得这么做 就是有点上阔 就是会不会说 另外我们花一些 就是心机去发展一些 完全不同的疫苗 或者比如一些 就是噴鼻的疫苗 噴鼻的疫苗呢 应该有机会阻断那个感染 或者起码减低很多的感染 轻症的机会呢 就会更加大一些 就是比起传统打针那种 MRNA疫苗 这个呢 是很有争议性的 总之大家简单 要今天主要你要明白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针对Omicron病毒的疫苗 做出来呢 其实呢 都未必能够阻断 这个新冠病毒 那个传染感染轻症的 那其实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我们有生之年 都未必真的看到 有一个针做到出来 能够阻断这个病毒 那个传染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的药物啦 有的疫苗啦 那其实呢 对于防止重症 或者使得重症呢 就不会再严重下去 使得它减低入院啦 减低死亡啦 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 这件事情 但是防止感染呢 这个是很高很高的目标来的 我不知道真是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努力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 那不好意思 今次都仍然声音档而已 因为我呢 就现在这段时间 真的很多其他东西搞啊 那迟一点点呢 才能够正式拍片 那总之都多谢大家收看啦 那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按下个小铃铛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